中子谷就有着礼仪之邦的称号 对于周边的国家也是礼成相待 从来不曾暴力引人 而对一些经济水平落后 不发达的国家 也是在经过考量之后 积极地进行援助 使得一些国家摆脱了贫穷的帽子 当然 这些国家在脱离困难后 一些举动也是各不相同的 甚至有的是恩将仇报 将过去的帮助直至脑后 转过来就是反咬一口 这样的国家 实在无耻阴险了 有的国家则不然 他们把恩情深深记在心中 不肯忘记 并且在中国需要帮助的时候 积极地伸出援助之手 在遥远的非洲大陆 有一个国家 贝宁 他在接受过中国的帮助以后 一直记在心上 从今公开宣称 只要是中国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他们一定会举全国之力援助 不管这句话 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但是 毕竟一个遥远的非洲小国 能够说出漂亮的话语 这就已经比那些恩将仇报的国家好多了 贝宁地处西非中南地区 总面积大约在11万平方公里 和中国一个省大不了多少 全国人口仅有一千来万 因此 不管是面积 人口还是距离 贝宁和中国都有着很大的差距 几乎没有人会把这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 但是 这些差距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两国的关系 两个国家依然拥有着深厚的友谊 这可以追溯到二战前 那个时候 贝宁还是法国的一块殖民地 在殖民者的压迫下 艰难度日 但是 国内的反抗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 二战结束后 周围都是胜利的气息 而处于压迫之下的贝宁 也不想再忍受了 勇敢的贝宁人拿起了破旧的武器 与当地的殖民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他们一直都希望能把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国家 但是 双方的差距很是悬殊 一直到1960年 贝宁才获得了独立 这次的独立是艰难的 本就贫穷的国家 已经被多年的压迫剥削弄得更加困难 但是这个国家没有放弃 他们依然坚持着 1964年 中国和贝宁初次接触 几年后 两国也正式建立关系 刚刚独立的贝宁非常落后贫困 经济水平更是停滞不前 工业基础更是薄弱 对于当地人来说 工业是一种奢侈 能不能吃饱饭 才是眼前最大的问题 就在贝宁不知道怎么发展的时候 中国其实出现了 中国帮助贝宁建立了教育 医疗 水利等基础设施 这个国家并不是一无是处 它有着丰富的石油黄金资源 这些资源将会为他们贫穷的二代生活带来生机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开采 在独立前 这一切都是由殖民者开发 而殖民者被赶走以后 他们就在技术上面临着巨大的难题 不知道怎么合理的高效率的开采国内的资源 这个时候中国再一次挺身而出 不仅提供资金帮助 贝宁建设开采的设施 还派了大量的亲属人员传授技术经验 随着他们的进一步学习 他们也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开采知识 最终开采出来的自然资源 也使得贝宁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人们的生活状态也越来越好 并且中国还大力帮助贝宁开垢土地 38年前 中国援助贝宁科威肯区建立 四年前中国第一个原非农业示范中心在贝宁建成 去年11月底 中国棉花研究专业组到达贝宁 开始进行农机装配和棉花种子试验 贝宁知道大米滋味的人少之又少 如今不少当地人靠中国农业技术发家致富 并且他们说道 中国人帮助开垢垢去之前 贝宁国内种水稻不多 知道大米滋味的人少之又少 爱不爱惜再说道 现在是中国让人们尝到了种植水稻的甜头和劳动的快乐 感谢观看